为完成继承的遗产 捐助设置了财团法人 荣民荣卷基金会 以延长荣民遗产继承期限 并将资习作为 讲助清函荣民子女救学 以及荣民重大灾害的救助 荣民荣卷基金会 细于民国86年7月25日正式成立 对于身心障碍户救助金 在民国89年 合发金额为478万元 并合发第一季重大灾害救助金 388万元 荣福处从民国57年成立到今天 已经有32年的时间 为荣民争取到了许许多多的权益 帮助荣民解决各种疑难杂症 为了加强服务效率 在民国85年7月 在各地的荣福处 全面推动全功能服务柜台 完成全省电脑连线作业 荣民有任何事情请求协助 都可以跨县市申请 做到一处收件全城服务的便利措施 不但节省了大量的时间 也避免荣民的奔波之苦 虽然荣福处所有工作同仁都不断努力 希望让所有荣民都有幸福快乐的生活 但是由于荣福处的编制问题 全省200多万的荣民荣卷 却只有一千多名联络员来负责联系 提供协助的人员与需要服务的荣民数目 是不成比例的 使得服务工作不尽完备 但即使如此 荣福处仍竭尽所能 不断努力 并调整工作方向 有点而面 期望让服务荣民的事业 能悦真晚辈 其实人与人的关系是微妙的 原本完全不相识的人 当你付出真心 以善意相待时 喜悦与感动 就会在彼此心中交流 在辅导员的亲切服务 与联络员的不辞劳苦下 荣民荣卷不但得到了周延的照顾 生活也不断改善 让荣民弟兄们 充分感受到属于荣民的那份尊荣 如今生活在台湾的荣民 就像是生活在人间天堂一样 无忧无虑 由于荣福处对退厨艺官兵的照顾 使人民感受到 政府对退厨艺官兵的礼遇 与无为不至的服务 因此让年轻一代的子弟们 能义无反顾地 投身于国防事业 让这块从耳小岛 拥有壮大军容 让国家安全 有了坚实不迫的防护 也让居住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民 生活安定 无后顾之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